十一假期结束了,你玩得怎么样?回到工作岗位搬砖了,有点精神萎靡吧?想不想来点刺激的故事提提神? 很抱歉啊,今年中元节那会儿正好赶上我最忙的时候,没来得及制作今年的灵异故事,所以我当时预告了一下,会推迟到万圣节不出。 所以今天我们就正式开启2024届故事FM杯《我的灵异体验》大征集活动。 如果你曾经有过在深夜回家的路上遇到对你露出诡异笑容的老奶奶,在卧室里睡觉,听到陌生的声音在客厅叫你的名字,梦到去世的亲人朋友给你警告,结果在现实中真的发生了,这些都是我们想听的故事。 作为恐怖电影爱好者,我发现经过这几年灵异故事的征集,我受惊吓的预值被不断地提高,一般的故事还真吓不到我了,所以今年我决定拿出重金悬赏能吓到我的故事。 开个玩笑啊,重金谈不上,肯定不够买房子的,不过够你和朋友们去搓一顿了。 一旦你的故事被选中,我们会根据最后采用的时长不同,提供500到1000元的稿筹,并送你一份故事FM限量周边,价值158元的原创音乐专辑。 所以如果你有过带劲的灵异体验,欢迎到故事FM的微信公众号,回复关键词灵异体验来获取投稿二维码。 注意一下,今年的投稿方式有两种,一种就是文字投稿,扫描完那个二维码之后,简单描述一下你的经历, 收到投稿后我们会联系你,教你如何录音。 另外一种就是音频投稿,如果你对自己自述的能力很有信心,你也可以用手机录好之后直接发送音频文件给我们。 我们的音频投稿邮箱是拼音投稿atstoryfm.cn,主题请注明灵异故事投稿。 注意,请在安静的卧室里录音,一定要卧室,这样不会有回音,尽量把手机靠近嘴,但注意不要喷麦。 录音时长最好控制在五到十五分钟之间。 截止日期,为了确保我们能够及时整理并不出,请在10月25日之前把你的故事投稿给我们。 期待你的故事,能吓到我,算你厉害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边图表力软物丰臂直 绰。